提到娱乐圈里的贤妻 相信很多人就会想到刘涛 她在影视作品中大多都是出演女强人 生活中的她能兼顾事业家庭 老公破产 替其还债 绝对是个好女人 今天我们就来说说 这一位从贤妻良母到为夫还债 女神刘涛背后的故事 刘涛1978年7月12日 出生于江西省南昌市 一个普通的家庭 家中姐妹众多 生活很清贫 很小的时候 许多家务事都是刘涛做 上初中呢 她就能够凭两本买米 一学会骑自行车 就开始给家里换煤气 刘涛15岁那年 独高20被选入了南京军区集团 军文工团 当文艺兵三年 她接受了严格的规章纪律 每天早上五点起床 六点集合 参加军事训练学习舞台表演 不管是小品相声 舞蹈音乐剧 她几乎全都参加 一直挑战不同的角色 还坚持每天长跑三公里 挑水种菜养猪 过着艰苦的生活 2000年 刘涛自飞在广东 外语外贸大学 法律系学习 并接拍着各种类型的广告 长得漂亮 让性格好很快就被导演给盯上了 被外来媳妇本地狼导演向重 在剧中饰演着精明能干的三媳妇胡信子 从而进入了演艺圈了 2003年 刘涛出演古装 还珠哥哥三至天上人间 其中饰演文武双全的缅甸公主 还参演了古装武侠天龙八部中 饰演娇俏灵动 为情而喜的美貌女子阿珠 凭借着该角色 荣获了金南方奖 最具魅力女演员奖 之后还演过末代黄飞白石传 出道几年顺风顺水 演绎了非常多的经典角色 2007年 刘涛闪婚嫁给了王柯 两个人此前并不相识 凭借一眠之缘 又认定了对方 当时的王柯是金城四少之一 2008年1月 刘涛嫁给了 结实才20天的富豪王柯 在北京举办了一场 400万的婚礼 婚礼大张旗鼓 极尽奢华 在婚礼上宣布 退出娱乐圈 安心在家里面相互交子 淡出娱乐圈 安心做一个家庭主妇 我觉得我是一直都期待 自己有一天 做个新娘子 我觉得这是很美好的 因为现在 就是太多人谈恋爱 谈恋爱 谈久了 五年六年七年 都 那个时候 等到你再结婚的时候 你都会在想 我该结婚了 而不是说 我真的爱对方 2008年6月 给王柯剩下了女儿 加入豪门的娱乐圈女星 最令人艳羡的风光生活 可是 好景不长 因为王柯很快就破产了 王柯投资股市 原本呢 想大捞一笔 结果欠下巨债 面对这样的挫折 王柯倒下去了 向来一笔风顺的他 很难接受这样的现实 一度的抑郁 磕药 尿湿巾 严重的时候 会拿东西疯狂的砸自己的头 最瘦的时候 体重100斤都不到 王柯可以倒 但是 刘涛不能呢 那时也正好是他怀着二胎 刘涛在产房生二胎的时候 王柯在另外一个病房急救 险些就不回来了 老公遭遇打击 但这个家还要支撑下去 就这样刘涛选择重回娱乐圈 不仅要赚钱养家 还要替老公还债 他疯狂接戏 想要为家庭减轻负担 五年整整接了25部戏 还清了整整4亿的债款 当初他结婚的时候 大家都说他是为了钱 王柯财务出现危机的时候 大家说他一定会离开的 可是刘涛什么也没有回应 那段时间疯狂接戏 那段时间他过得很辛苦 但是他也成功的帮丈夫还清了债务 证明了自己不是一个看钱的人 对王柯的不离不弃 让刘涛跃升为了国民玄妻 他的演艺事业迎来了第二春 2014年参加真人秀节目 花儿与少年第一季 并且成为了该节目中的四姐 当起了导游助理的责任 受到了外界的一致好评 他凭借这节目得到了知名度和曝光率 之后还出演了古装传奇剧《狼牙榜》 《明月传》都市职场女性剧《欢乐送》 每一部剧都得到了超高的收视率 金正的演技也让他重新回到了 实力派女演员的行列 2015年开始 六年参加了五次春晚 一年比一年有魅力 受到了一致好评 王柯最低谷的时候 刘涛带着他走得出来 如今王柯呢 也在经营自己的新事业 刘涛却从未停止赚钱 刘涛入职阿里 进入了明星直播带货 他比很多主播都贫 最久的一次还播到凌晨两点 第一次直播 2100万人观看 交易额1.48亿 甚至还卖出了一套海景房 现在的刘涛肯定是不缺钱的 但是他应该是不敢不拼了 很多人都嘲讽他是刘涛涛 说他想尽各种办法来捞钱 但只有经历过的人才明白 钱真的很重要 刘涛不曾抱怨 正如婚礼上的誓言一样 无论是顺境或是宁静 富裕或者是贫穷 健康或疾病快乐或忧愁 我将永远爱你 丈夫王柯曾经多次提出离婚 不想让心爱的女人陪着他受苦 可刘涛呢 一直坚定地陪在他的身旁 始终如一地鼓励着丈夫 夫妻之间本来在你们携手 携手准备要共度这一生的时候 我们对我们的人生是有期许的 我们对我们的双方都是有种责任的 所以我们才会在结婚的那一天 许下诺言 无论生老病死 我们都要在一起 但是真的当你遇到这些困难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有勇气去面对 千万不要轻易就放弃 而且在经历了这一场磨难之后 两个人也更加懂得夫妻的含义 真正的诠释了什么叫做真爱 因为他的乐观和坚强 保住了自己的家庭 同样在事业上也取得了非常大的成绩 好了 这期就讲到这里来 谢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啦 喜欢的请点赞关注哦 拜拜